2004年,胡宗男女儿突然来访,询问有关对父亲的评价,满意而回。 这一年的某天,熊向辉老爷子和女儿熊磊刚刚在家里吃完午饭,准备睡午觉,突然家门外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 熊磊询问他的姓名,女子避而不达,只说自己从台湾省来,并递上了自己的名片。 女儿满腹狐疑,把名片交给已经躺在床上的父亲,熊向辉看了以后,眼睛里突然闪过了一道光,为真,为善,为美。 原来是他啊。 见父亲喃喃自语,勾起了熊磊的好奇心,爸爸,他到底是什么人? 他是胡宗男的女儿,父亲的话让女儿斥了一惊。 按照爸爸的吩咐,熊磊把胡家三小姐请进了客厅。 此时熊向辉也已经起身换好衣服,精神绝朔地和胡伟美见面。 熊向辉和胡宗男究竟有什么历史渊源? 面对胡女儿的询问,熊老又如何评价他的父亲呢? 视频开始。